根據23日白宮發布的摘要 週五 美國總統拜登與墨西哥總統 奧夫拉多爾首次通話 就雙邊合作和區域問題進行了交談 特別是移民方面 拜登計畫通過提高安置能力 和將非法移民合法化來減少移民 提高在邊境處理庇護申請的能力 並要推翻前政府嚴厲的移民政策 墨西哥總統週六表示 拜登承諾給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和威地馬拉 40億美元幫助其發展 拜登上任一使就簽署行政令 立即暫停修建美墨邊界牆 目前新墨西哥州的邊境牆工地已經停工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前局長馬克.摩根 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多次表示 拜登政府在宣誓就職後數小時內 就讓美國變得不安全 摩根在23日接受布萊特·巴特新聞採訪時表示 令他吃驚的是 拜登在沒有和邊境執法人員和專家對話的情況下 就迅速的改變政策 是把政治放在了公共安全之上 摩根認為 停止邊境牆建設 結束讓等待庇護申請的非法移民 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護協議 是致美國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陳海月綜合報導 本文財目的電視